每天怕輸 不想遇到就在天裡難著 不停住 有我一舊不孤獨 準備你出發 戰鬥就展開 全獎金要聲 隨著好腳響起來 小聲為我口彈 就繼續打開快 交入終於行失敗 參與這些浴火英雄們 在出勤的時候 所遇到的困難與緊張 最熱血沸騰的節目內容 就在今天的綜藝新時代 這次在幹嘛 這次在幹嘛啦 跟他們PK啊,幹嘛 PK在哪方面 我有輸嗎 輸慘哦,你知道 怎麼輸慘了 輸慘 兄弟 可以把你的上衣穿起來嗎 沒有 不好看 不好看 對啦 我們要歡迎我們的節目 特別來賓了啦 開始了嗎 對啦,你已經掃頭開了 歡迎特別來賓 好,來 吹智欣 夏宇欣 謝謝 LET'S GO 帥 帥一個 叫 帥氣走紅毯彈 還有兩個呢 你懂耶 你懂耶 來到台灣市政府消防局 帥氣走紅毯 你都說不等我們 對啊 你們今天也剛好來玩啦 不是,來玩 我們現在在幹嘛 來露營啊 對啊 而且他們來 為什麼他們站中間啊 今天是穿了 不是 不是,是站好 有點禮貌嘛 好不好 今天有任務的啦 對 桃園市消防局 來這邊幹嘛 對 開消防月曆的嘛 對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任務哦 我來講 簡單嗎 我們都穿成這樣子 真的 有誠意哦 有誠意 好厲害哦 OK吧 可以 這兩位女生來 我覺得很有用處 有加分嗎 這兩位男生來 我覺得很多語 多語 不是 收防月曆 收防月曆 通常都是猛男 都是男生來 所以我覺得應該比較... 這種的 你猛男 至少你也要像我這種人 好不好 可以 好 可以 有得拚哦 說不在的 計畫 拚一下 可以 好 大驚鴨鎮 對 對 拚了 沒有輸哦 沒有輸哦 各位 幹嘛 這位先生 有些通告真的不要亂接 對啊,你幹嘛 趕快 辛苦了 遮起來 不是那麼想說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辛苦了,謝謝 TERRY來 江振愷來就有得拚了 但是我說 他今天為什麼 他在演藝圈沒有大放一架 為什麼呢 就是他長得太普通了 我覺得你的造型 要再多想一下 我看到一個很好的造型 來 對啦 來 我找到一個非常... 我跟你講 浩子講的是對的 你如果今天是他這個髮型 如果是這種臉 然後這種身體 你這個肌肉搭配一夫人的臉 大家完全記住 岩圈就是你的天下了 人家一看就... 一看就... 江振愷嘛 新時代就是你主持的 而且你站在裡面 你完全跳脫啊 對 會覺得你跳脫 馬上的頭 踢到這邊來 你看 秀肌肉 再來,肌肉動 好 對 真的 我現在有一件好奇的事情 怎麼樣 因為翔哥你說 我們是要來拍樂曆 你以為說拍就拍哦 消防隊不是說光只有肌肉耶 對啊 他們平常訓練什麼 所以來活力去耶 我們這些人沒有一個 算是有實戰經驗 因為教官也來到現場了 歡迎教官 好 教官,你好 上教官 上教官 我們今天就是準備要來拍年曆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任務 來讓我們可以訓練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讓各位操作一系列 我們消防各式的救助技能 有在天上飛的 也有在我們一些 濃煙體驗的一些操作 尤其我們一些救援的時候 需要一些搬運的技巧 都會給各位藝人來操作 等你們接受過這些訓練以後 再通過我們最後的考驗 那就可以讓各位來拍我們的 消防閱歷 講得很好 但是我希望教官 你今天從頭到尾都可以來真的 什麼 認真一點 有點挑戰性 很硬 因為我以前是在石牌消防隊服務的 真的 這個是石牌消防隊員 那個多久時間,多久 兩年 我跟你講,後面這邊都要叫學長 我跟你講 叫學長 學長 聽到沒有 好不好 你有看過像這種身材的學長嗎 在講什麼 不是,我是問一下 問一下 他們救助我救護 對 它是救護車 它是開那個救護車 沒錯 今天好不容易來到 桃園市消防中心 怎麼可能只是讓你們擺幾個姿勢 拍個照這麼簡單呢 而身為一個消防員 會遇到千奇百怪 各種不同的任務 今天為了讓來賓和主持人們 親身體驗 我們可是動員了雲梯車 來讓大家了解消防員在救災時 所會面臨的困難與辛苦 你們可不要辜負了我們的一番苦心啊 來,我跟你講 大家都想參與 我們就用抽牌的 那是怎樣 S最大 老二最小 比大小 對,最大的上去 來,最大的上去 不要來參與 對啊,我們... 大家這麼踴躍 所以只用抽槍 對 五大三一起 一、二、三 最大的 最小 目前看到最大的 就是夏語心 夏語心 皇后最大的 皇后最大的 所以你一定要上去 天啊,爸爸 剛剛那麼巧 這是你自己抽的 對 自己抽的啊 這個牌都在裡面啊 沒有作弊啊 沒有什麼 沒有剪接的啦 對 不然給你一個福利 你就抽到最大的 不然你指定 第二個陪你上去 對啦,你指定啊 我想韓國的哦 我想韓國 大家都搶著要上啊 對啊 如果參與啊 對啊 對,大家的... 為什麼突然 你怎麼這麼安靜啊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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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對人了 學長有經驗啦 學長會保護我的 他會叫你耶 學長 學長,你趴在這邊幹嘛 你在趴著嗎 對 學長 我以前是開救護車的 跟這個沒有關係啊 我們要體驗一下 他們的需要專業耶 你上一集來 我有得罪你嗎 沒有,我是愛你的表現 這樣,謝謝 一起上去 你們兩個搶好 誰從這邊開始 誰在四樓被救 反正意思都一樣 你這邊都OK的 那我被救好了 有差的嗎 我上去帶救 有差一到四樓 加油,教練 是 浩子就到四樓 夏宇欣是勇猛的女消防隊員 從樓到尾 他要去救浩子 救完浩子之後 你們看一下 我們下面會擺數字 答對就讓他們下來 好的 好不好 教練 身上四樓以後 侯爺不回了 到五樓就停了 對 好不好 就不要再上去 就到五十米的位置 因為到五樓就... 教練,到五樓就好了 好不好 拜託你 拜託你好不好 你不要握那麼用力 好 你要聽進去 好 我就靠你了 靠你一場 我跟他教練一直說 我懂 你不要一直發抖 我不要你在發抖什麼 是你在抖 不要一直一直在... 浩子啊 看你開心到都發抖了 想必你應該很期待 可以坐上雲梯車 到達頂端 去欣賞風景對吧 你就不要掙扎了 乖乖的上去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先到四樓去等待救援吧 看看人家夏語心 一句話都沒說就上車了 你要好好學學人家呀 那我們現在看到夏語心呢 現在只是大概三、四樓高而已喔 要先去拯救一下浩子 浩子是非常害怕的 她很怕高 她非常怕高 怎麼是樓那麼高 怎麼是樓那麼高 阿鳥啊 這個太危險了啦 趕快去吧 你把這邊舌頭都要趕快嗎 你把這邊舌頭都要趕快嗎 快一點 上去會腿軟 滿快的耶 大哥,我現在是安全了嗎 安全安全 可是在晃耶 沒有,那是風吹了 不是,她這個 救命 我來了 我來了 那你失火了 快一點 我來了 快點很難救喔 我比她還高耶 因為我們要從高處的接近 不能從低... 太晃了啦 好晃喔,很晃耶 等一下把它伸到四樓去 是不是有點晃了耶 往上... 這個距離是可以救著兩人的嗎 可以 我們在靠近換者以前 我們的雲梯會稍微換得更高 因為我們怕如果用 從低的位置靠近它以後 它會想跳 就跳下來以後 可能雲梯就會有關落的方法 對,被救得很緊張 快我要趕快離開這鏡頭 在那邊我就跳了 很危險 就是溺水的時候一樣 會緊張 想要隨便把一個就往下抓 對 我們現在靠近了以後 然後再來慢慢地把雲梯壓低 然後來接近換者 好... 會撞到... 快點... 快來救我 好 你小心 你小心 謝謝啊 你在幹嘛啦 再見啦,快點... 過來啦 不要跟我... 過來 你給我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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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 沒有這樣子的 快點,學長 你不要太晃 不要太晃 不要太晃 要很有勇氣耶 趕快關起來好恐怖 好恐怖喔 腿好軟喔 我是不是跟你站同一邊 會不會就好 我們要站哪一邊 不是,你們要各站一邊 你看 這位弟兄 他是用他的生命保護我 這是我的生命線這一條 讓我上了以後他才把 謝謝 家房弟兄們 你們辛苦了,謝謝 謝謝 等一下我再來救你們哦 往去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是說我們現在要去... 不要這樣 你不要跳啊 開始背形金剛了耶 他的手臂伸長了 天啊 天啊 有雲霄飛車的感覺耶 好高哦 我第一次這樣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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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準備要踩出去耶 超高啊 超高啊 連我們看到都變那麼小一個耶 超高啊 你們有沒有窩蠟�飛車啊 太高了 太高了啦 太高了啦 跑了啦 太高了 不行了 不行 沒問題 你怎麼說要叫我一生學長 我以前交往踢在一地單踢的 我找你很多 好 無破綻 在我的操作下 太高了 這有點太高了 太高了 我們已經超越 你讓我站中間耶 我會害怕 還要再上嗎 不要 真的不要了 不要了啦 好了 好了 到了 讓我們下去 到了 我們可以下去了 我們不要完成任務好不好 你要過來這裡我們才能看 什麼 好 可以 你看我幫你算 哪有人這樣子 你看我幫你算 拜託啦 算什麼 我們只要猜數字而已 什麼 現在要幹嘛啦 現在要完成任務 他們都要排數字啦 快點 你過來啦 他們在幫你叫啦 這是在幹嘛 什麼... 現在在幹嘛... 不要了啦 不是我 不是我 幹嘛 你不要... 你把它停掉 不是我 你用大喇叭跟他講說好了 把它停掉啦 好了 可以了... 他在動了啦 他在動了啦 我坐得好急 他真的太... 太高了在動了 風在吹 不行啦 不行啦 我可以蹲下來 風在吹 風... 你有椅子耶 風在吹啦 現在要幹嘛啦 放我下去 快一點啦 不行啦 軟軟 腿軟軟的 你有嘔吐帶嗎 教練 你往下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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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等待太煎熬 真的 很像大怒神要下降一樣 你不要講那個 我會喵喵的 他在那邊等的時候 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下降 我把他一滑進去 看上面 看上面會好一點 好 以後我再也不敢亂接通道了 那個浩子一直在喊快一點 夏語心還比較勇敢 真的嗎 對啊 會不會嚇到講不出話了 這樣我們就不用抽了 你覺得你可以擺什麼數字 你就自己拿 最好是擺一個他們找不出來 對啊,這個數字其實不太好擺 一最好擺啊 這八要怎麼擺呢 你不要擺一啦 你擺... 你擺八 八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躺在那邊 好不好,你擺八啦 我擺八 九,你可以嗎 可以啊 好 好,那你要擺什麼 擺二嗎 二可以嗎,你可以嗎 二可以嗎 二很難耶 二就有點跪的姿勢 然後這樣子啊 不行啊,他從上面看 你要平面給他看啊 就跪了之後然後躺下來 這個側跪 四要怎麼擺 這樣子啦 這樣子,腳這樣子啊 對啦 好,那我擺四 我的四是哪一... 翹哪一邊 這裡 翹這邊 這樣嘛 右腳 我二應該...二是這樣嘛 四 四嘛,相關是四嘛 二,那我二... 好燙哦 二我應該是... 這樣嗎 好了 我們已經擺好了 你們可以猜了 二、四... 二、四... 七、八 九啦 九啦 八啦 第三個啦 二...二、四、九、八 九、八 好燙哦 快 快,快 快 不要換 我很怕等一下 就是啟動的那一個 對 還動的比較快 好了 趕快讓他們下來 趕快讓他們下來 可以 下去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等一下 慢一點 慢一點 不要碰太大力 你自己在攻擊力 對 對 你要趕快實際來看 對 你踢掉了 對 來,英雄 好,來 好 來 腳踏實地的感覺 而且我發現 不只救人難 要被救也難耶 你也要自己跨出那一步 我在四樓要跨出那一步 很害怕耶 很害怕 而且我們兩個其實 就是要錯身 他要過來要看那個數字的時候 要錯身 那整個是這樣晃的 在晃的時候很恐怖 太高了 很可怕 但是你們很快耶 都很快就猜對了 對,真的不容易 真的 對不對 教練 來 他們這一關算是一個勇氣 來,你算中間 這一個勇氣的考驗嘛 是 你們平常訓練 如果真的遇到消防隊員 有像這種很害怕的 該怎麼去訓練他 其實我們會 不斷反覆的訓練 讓他去克服這個 還好 我一次之後就整個人都... 覺得OK耶 過得慣 我一點都不怕高 你有更高的運氣車嗎 浩子沒關係 後面還有很多訓練在等你 接著我們要進行的是 爬梯救援訓練 好,接下來就是這一個 比較像... 譬如說一般民宅有沒有 大概只有四、五樓層高的時候 用爬梯的方式就可以來救援了 是的 對 一般這種梯 是我們像舊宅上一個效率非常高的 在第二樓層 我們如果只是二樓起火 三樓起火 一支梯跨著我向人員 馬上可以由這支梯 快速的爬到內部去進行救援 不論要出水也好 如果民眾在陽彩帶舊呼救 他也可以利用這支梯來爬下來 這一關我們就讓我們的藝人 體驗一下 對 就爬這支梯 很簡單的我們爬到三樓進去 這樣就算完成 好,太好了 太好了 雖然這訓練看似簡單 在低樓層要往高樓層 進行救援時 可是非常必要的唷 請就位 你示範一個他確保 很認真確保的好不好 什麼意思 就是... 那邊很急嘛 你火場不可能是這樣啊 不是這種速度嘛 所以我要斬到... 然後秒釘就這樣... 施手 然後確保 施手 你應該是這樣啦 他的意思是這樣 爬... 然後就變成這樣 然後就放掉有沒有 然後看他有沒有確保 有沒有拉好 相信我們這些專業的 小仿弟兄 真的,他們是專業來的 如果你不相信弟兄 那我們浩子來幫你拉 那先拿他們拉好了 那就可以了,好 可以嗎 今天在火場的感覺 今天在火場 今天在火場 一定有失手 一定有失手的 一定有失手的 好,來喔 快點,失火了,趕快 趕快 趕快就救援 趕快救援 動作快 上面有個戰救 快一點,加油 失手了啦 失手了 出軟一個腳滑 失手了,快點 出軟一個腳滑 失手 好啊 出軟一個腳滑 快一點 快 快 失手,快一點 失手 好 好棒喔 確保成功 趕快再爬回來 自己再爬回來 爬進去 拔起來 沒有,他自己可以 他可以 下雨昕可以 厲害 好,再爬上去 上面有人帶就 還是要安全的位置 對 GO GO 好棒喔 我們弟兄太棒了 快到了 快到了 成功 對 對 不過基本上教官這種 爬梯上面來講的話 弟兄們應該比較少會失手 也是有,但是比較少 你們都一定會做確保嗎 在救災的時候是 不可能有確保 救災就沒確保了 對 你要不要試試看沒確保的 好 不要跌倒 不要跌倒 GO GO 交往弟兄 來了,交往弟兄 你不要腿軟啊 不要急 我要救你了 GO GO 你怎麼爬得好像很靠近梯子 整個趴在上面 因為他沒有確保真的會害怕 會害怕 因為他會在動的時候 我家裡會真的比較穩 怎麼辦 我會怕 安全 安全,第一 安全 他那個手,你看他抓得多老 對 抓好喔 來,成功 成功 恭喜TERRY挑戰爬梯訓練成功 接著我們要來進行的是 由高樓層往低樓層救援的 垂降訓練 這些訓練都有專業人士 在旁協助 小朋友們在家不要隨便模仿喔 這要體驗一下我們消防隊員 如何單人垂降 好,來,挺出湯 順神就可以了 對啊,對…TERRY,對 浩子,你在幹嘛 你在拜拜喔 你的繩子怎麼會兩腳中間啊 我們這樣看來浩子要不標準一點 他比較沒有辦法控制好自己的動作 他沒有辦法控制 對 又左搖又晃 TERRY的話還可以 不好繩子 哪有繩子在兩腳中間摩擦的啦 浩子你把腳再打開一點 打開一點 支點會比較穩一點 不用打開 他是自己在控制放繩對不對 是,他控制的速度就是他胸口那個ID 很痛 我確定很痛 他放得好糗喔 你在幹嘛啊 來 兩位 你們兩個雖然同時這樣子慢慢往下 姿勢完全不一樣耶 教官,我看到那個跳蟲步驟 他就這樣有一個律動 這樣動 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行 第一個,我們這個ID 它有一個速度的限制 所以安全的機制 所以你要下降的 你一定要到達一個點 這樣才會運動 所以你剛剛一拉過頭 他就停下來了 拉不到也好 太緊張了,拉過頭了 太安全了 那個帥氣度就沒有出來了 我們用的不是帥氣度 他把這個拿掉 我要用帥氣的成這樣 不過這個 因為如果說你腿要靠住 還有屁股要坐挺 對 其實是滿費力的 是有費力的 而且我們剛剛是徒手 我們都還沒有帶舊者下來 一般腿匠是會再帶一個人吧 對,這個技術確實可以 如果有人願意受關在上面 我們就會利用這個腿匠的技術 把患者一起帶下來 對,你們剛剛兩個示範的是 人已經救完了 你們現在剩下的 就自己下來了 這個部分 不是啦 可以請教官幫我們試練示範一下 對,我們現在女藝人就在上面 是的 他們就當被救的 好不好 你們先請隊員來示範一下 該怎麼把人救下來 好 讓專業的啦 好,來 小心 專業,快快來救我 你在這裡 快,快,快 快 來 好,他在這救生還先演了一段 沒有 沒有怎麼樣 來,看 他現在是什麼姿勢啊 公主 對 公主抱 還夾住腳 還夾住 幹嘛,對 那個救援的姿勢 我還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 怎麼夾 撐不住啦 你是這什麼姿勢啊 打 你怎麼放輕鬆 這個救援的姿勢 你不要 你放輕鬆啦 他真的泡了,他真的會 你把你的腳都放掉 居然下垂 是不是會好一點 你腳放掉 把它抱緊 腳放下來 抱緊就好了 垂下來 這樣快說把它抱緊 腳放掉 對 居然下垂 對啦,這樣交叉就對了 這樣抱輕一點 這樣好多了 對 來 好看多了 好 漂亮 直接下一樓 GO 完全效能成功了 成功 被救成功 運用的家房弟兄 我們讓夏宇欣講一下 我剛剛一開始是怎麼了 我相信搞不太清楚 怎麼新娘抱呢 不是,因為他叫我要跨在他的腳上 如果你要跨的話 一般我們救援會讓救者腳打開 你自然垂下去 這樣的姿勢會比較舒服 但是你剛剛是側坐的 對啊 可是我們救者的重心 跟你自己的重心會跑來跑去 所以你在整個過程中晃來晃去 早就增加你的恐懼感 你側坐就算了 還夾人家大腿 夾到大腿 你還沒夾到大腿 你夾到哪裡 我夾到大腿 你夾住 你剛剛大腿被他夾住對不對 辦法平衡嗎 被夾住 那個公主幫那時候比較不好平衡 比較平衡 因為她重力就是在我的腿上 重點你下來 還有一個待救的在哪裡 曾智希耶 你怎麼救一個啊 一個 一次救一個嘛 一次救一個 還有曾智希耶 曾智希 曾智希 救命啊 快來救我 救命救我 救我啊 快來救你了 曾智希 放心 專業的讓學長 沒有 教官 他們兩個都這個算是 體驗過我還沒有 這個就交給我來救就好 講跟我們可以啦 我學長 我覺得他們剛剛練過有經驗耶 沒有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要體驗到 不可以說 你有經驗就你弄 學弟永遠都不用了 對不對 是 本來就是應該要這個樣子 是 我沒有看過你這麼支持過 你有看過嗎 好像沒有耶 不可能 我們是為了節目跟為了任務 跟為了體驗 好不好 當然不讓 這跟剛剛雲梯車的態度不太一樣耶 剛剛雲梯車你為什麼不舉手 那個名額有限 這個也只有一個 對,就這麼一個啊 對 趕快去跳,快一點 我來了,教官,我來了 等我 我來 我來 還沒... 我還沒... 我來 快一點,翔哥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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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快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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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啦 不是啦,請問一下 這位醜八怪 你有看到智希嗎 他...他下去了 他被救下去了耶 怎麼救...怎麼救下去了 對啊 不是我要救耶 不是,你是救我嗎 救我 救我 救命啊,救我 我不要吵 我是來救智希啦 他被救下去了是不是 對 那就好 還有深深啦 還有深深 我很害怕,我不敢這樣 我怕刀 我那一刀怎麼掉下去了 樓上已經沒有傷患了 有啦,這裡啦 他有救沒救都一樣啦 有救啦 有救啦 你那邊不是當作... 怎麼救你呢 拜託啦,你要救我 你英雄救美 你要紅就靠這一次了 對,英雄是救美 不是救醜耶 沒有啦,是美美的啦 拜託啦,救我一下好不好 拜託啦 有救無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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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 好啦好啦,快點啦 有救無類啦 有救無類啦 智希必真真啦 天堂抓到機遇啦 阿翔,要怪 只怪你動作太慢啦 錯失了拯救智希的機會啦 雖然大家鬧歸鬧 該有的安全錯失還是沒有少 大家都很認真地在學習如何操作唷 好,我要坐啦 好,我要坐啦 抱緊 認真,你要抱好了 你等一下啦 你不要那麼緊 他一定會跟著坐 我一定會跟著坐 我一定會跟著坐 我們就... 好,我先坐 等一下 我要坐,你為什麼抱呢 腿軟啊 我要坐,你有沒有拉上來 腿會軟啊 不要軟 我在那邊看你的腿都剛好還好 不要軟 下個男人硬起來 我... 快點 好可怕哦 快點,出來啦 我已經... 出來 都出來了 等一下 你要慢哦 你要慢哦 等一下 你要慢哦 等一下 怎麼會先空啊 怎麼會這樣 慢慢放 好可怕哦 現在 現在不是... 不是他抱我 不是,不是我抱 他是他抱我 救命啊 走 誰救誰啊 我要看哦 他怎麼不會動 你會不會用啦 再下去一點啦 你會不會用啦 對不起,第一次 再下去 彎下去一點是不是 慢慢 慢慢 太快 太快了 撞球了 撞球了 他剛剛那個就... 他放太快了 你會不會啦 他撞牆壁了啦 那個 好快哦 快,太快 太快了啦 珍珍不好看 不好看啦,珍珍 怎麼辦啦 怎麼辦啦 好痛啊 救... 救好... 救阿米っ enough too 救我 福 놀... 瓜哥,這不好看啊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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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我快了 你想awa 大家還可以... 兩個都不一樣 兩個一樣 狼狼 救我 福庶lett 妳的腳... 妳的腳要吹 我知道 我 içerาก 對 對 腳要推,很好 很好 謝謝你 謝謝你救了我 你真是打我英雄 分不清誰救誰 而且你們是上牆壁 謝謝 已經發生什麼了 遇到這個真的有夠難救的 真正 起來一點 你清醒一點 你比較緊緊的 你快點起來 你這個可以來嗎 看一下 另外一個 對不起 不要再拉我了 我聽得很重 我跟你講 應該是我去蹬牆壁 把它弄下來嘛 對 但是因為它太重 我整個會不會弄得很沉 對 它沉我腳就抬不起來 去弄牆壁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蹬那個牆壁 它太重 我根本體力負荷不了 剛好就是一個撞牆壁 一個順勢之後 一個轉身之後 我覺得這樣也滿順的 我比較輕,它比較重 它空中垂掉跳芭蕾 不換啦 反正是你救我變成我救 中間換成我救你 你被這個獸皮 收救人員救了是什麼感覺 那感覺很可怕 是因為他剛剛在拉抓說 是這樣放嗎 然後就下去了 對 是這樣子嗎 教練,這怎麼用啊 他還在邊做,還在邊問 這不容易 然後這體力一定要符合 不然像救到這個 比我們重的 那就辛苦了 所以你看這些收救人員 他們多辛苦 通常都練這個 專業 給他們專業 掌聲鼓勵一下 教練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訓練的是 哪一個部分 好的 我們接下來就要讓各位體驗一下 怎麼樣做一個搬運的動作 搬運 搬運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練習這個部分 是 我也來感受一下 來 這是體驗營 對 我們保護他的頸椎 快去前右 怕他再倒下來 身體靠上來 去調整他的四肢 直端我把它夾緊 抓好以後 很輕鬆就站起來了 完全不痛 不會的 完全不痛耶 很舒服耶 你再躺下 真的很舒服 我跟你講,一般 我們消防救護員 去那邊很多路倒的 有些是裝的 如果說我們... 裝的 我有裝的 我沒有騙你 有些人他就在那邊耍賴 就說先生 他在那邊 先生 先生 叫他都不動嘛 然後你最好的設計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 一般 太難選了啦 一般的 他如果真的是睡著 他下去會直接打自己 他會閃避耶 還有另外一招 他如果剛好又這樣 又另外一招就這樣 先生,你... 什麼 就是這樣 我沒有騙你 你們兩個也要試一下啊 有 來 曾智希 我來,我來,我來,我來 來,快點,曾智希 我來 你剛剛被... 你剛剛被抬過 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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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他不講 不是啦 我是有用意的嘛 什麼用意 就是我們男生裡面 我算是最輕的 是 我想說讓女生 一開始不要搬那麼重 所以我先來 沒有,因為女生 他在那邊躺著 我們來搬他 他們也要練習 他們不用... 他們也要練一下 要 要 好 好 你剛剛在旁邊 不是說... 為什麼女生搬你 好,來,夏語心來了 真的嗎 對啊,你剛剛...真的啊 他躺成這樣怎麼辦 你頭... 沒關係啊 不用 不是 你頭先扶起來嘛 好了 整個都好 你的人心都好 我真有真心 你們女孩子比較害羞 不敢讓浩子 靠在你的胸膛鏡 你就大膽的讓他靠在這裡 你就會拉得清楚 對啦 應該要 應該不要害羞啦 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 等一下,再說... 你們這些... 走開啦 救我 你幫我救 你要救就救最少一點 救我 你要救就救最少 救我 救我 喂 比較正經的啦 好啦,剛剛女生是... 確實是比較吃力一點 是的 那男生真的... 我們男生來了 這個要練習一下 男生展現啦 對不對 我們就來一位試一下 好不好 那我就... 誰,那個誰 你要來救是不是 我來救 你要救嗎 我來救啊 那學長,你是呢 還有人嗎 還有人嗎 就他好了啦 我好性感哦 周圍大哥 來 翔哥 他是誰啊 他是誰啊 吐過的 你怎麼會莫名其妙站在那邊 怎麼會有一個人莫名其妙站在那邊 你這個... 大概體重可以了解一下嗎 一、二 一、二 台灣那麼大 你為什麼偏偏要選這裡 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嗎 不是啦 說實在的 找他來 也沒有人抬得動啦 對啊 就算教官也抬不動 教練也抬不動 這個如果在火場 你也就不動啦 對啊 這可以的啦 不可能啦 你不要講講啦 你不要以為 你教官你嘴巴講一講 對啦,嘴巴硬了 你不可能啦 來,你倒了 怎麼給我表現 打在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這裡有人倒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倒了 我們看看 你倒了 真的倒了 教練 我再給各位示範一下 好 好,來 這個我不信你搬得動 112哦 112公斤 你看 他兩眼無神 對啊 怪數的 把他的手握緊 身體夾緊 夾緊 真的可以嗎 站 夾起來 破崩了 他真的有放輕鬆耶 他真的有放輕鬆耶 斜子要跳了 不是,你演就演... 眼神不用這樣吧 太入戲了 太入戲了 真的如果遇到這麼... 譬如說 我們兩個就這麼瘦小 我們要搬他 有沒有兩個人的放 有,兩個人一樣 一樣 TERRY,你來當我的助手 好,你到腳這邊 好 起來的時候 我一樣把他扶起來以後 比如說我手一樣把他扣住 TERRY你就等一下在那邊 腳轉過來 把他抬一轉身 轉過來哦 對,像我們把他抬起來一樣 這樣子 對 抬起來 對 就單架一樣 好,我們來預備 來,1、2、3 來,我們兩個就可以 還是你往那裡那邊走 對 好可憐哦 或者甚至更多人一起來搬運 不用一定說贏他一個人 你給我... 躺上贏了 他很喜歡被搬 躺上贏了 很喜歡被搬耶 謝謝你 謝謝 這個要搬人、要救人 還真是一門課 對,一門大學問 對 剛剛一個人比較困難 不如我們等一下就... 剛剛兩人一組的 我們試著抬看看 可以哦 好 來 來 不用怕 讓專業的來 來 你姿勢擺好了沒有 等一下哦 讓我這邊慢一點哦 對 要護緊 護緊的 你是真的放... 放掉了 然後胸口 對,交叉 校官剛剛有說 對,這樣子哦 這樣子嘛 這裡嗎 對 然後從這裡對不對 對不對 對,夾緊 來哦 等一下 1、2、3 1、2、3 加油 有哦 我可以哦 有 有 1、2、1 可以哦 好強哦 這如果一個人確實會很吃力 兩個人就輕鬆多了 對 兩個人輕鬆多了 還有其他的救援方式嗎 對 那我再跟各位示範一個轉身好了 轉身 對 就是看到他... 這個我抬不動 轉身就不斷了 不要逞強 譬如說可能我們進去救援的是一個狹窄的坑道 譬如說可能工人在地下坑道施工 就你了 可是我進來的時候 譬如說我從這個方向進來 是 它導的就是... 譬如說我們請一位自願的現場來見 腳抄這個 我們腳抄 對 都摸摸的 你可以拉出去 示範組 譬如說是一個局限的空間 我靠近它的時候 這樣 盡可能先把它縮小 然後拉著它的手 讓它上來 捏著它的桌子 這時候想辦法盡可能就把它的手 放進去 對,把它盡量縮成... 一個球 縮個球形 對 那我看我要轉左邊 轉右邊都可以 這是一個很夾小的空間 我一個轉身 對 它可以在這個局限空間裡面 讓我怎麼轉都可以 地板動作耶 對,真的 對,我要轉都很好轉 轉好以後呢 轉好以後呢 我要把它帶回去 把它弄回去的時候 因為它就是一個局限的空間 了解 不能起來了 我沒有辦法像剛剛這樣站起來 沒辦法起來 這個時候呢 我把自己坐下來 為什麼 我這樣躺 想要自己不好處理 對 所以要把它放在我的腳上 這個時候呢 這這樣... 人體輸送袋耶 這樣子 來吧 太強了 好棒哦 它抹的是它的左大腿耶 對耶 它完全受到保護你身上 以後觸碰到地上 完全沒有 我真的在他身上啊 沒有任何一個點 安全的 來,浩子 來,堂哥 我來練習一下 剛剛教練... 腳過來好了 腳先向著一圈 先把它彎曲嘛 好,就靠近 身體用力的 用力的把它拉起來 然後手把它放在裡面 是 就這樣縮小它的 縮小 這樣縮小嘛 然後就要這樣子旋轉 對不對 這樣子真的比較輕 我發現 我突然間發現 我有另外一個方式 比你的還要好 好 就是把它... 躺下來嘛 然後... 腳浮你 然後就給你滾了 快點 不然就滾了 快點 教練,我這樣子... 滾就... 我覺得不錯了 你這樣子就出火場了 真的 教練,我們比較厲害啦 對 不是,我們要吃 而且怎麼會... 我有想到,你也有想到 被救的跟那個救人 都還有默契 而且其實我們彼此都有在保護 我都被... 對,我夾在裡面 那個我又教你一招了 想給我救了那麼多年 這是太晚認識你了 那就這樣 浩翔、無敵瘋禍輪 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完成的好嗎 快點換好裝備 要準備進行更專業的訓練囉 有的世界就像英雄 天衣、清潔 有沒有一種信念 有沒有一句誓言 呼喚黎明的出現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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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喚黎明的出現 Yeah 教官 嗨 穿著衣服怎麼那麼難走 我跟你講,你們看起來都很帥耶 是嗎 不然我都被你迷住了 有嗎 是 是 那你室內空調可以調冷一點 有點熱哦 現在已經開到十七度了耶 真的,十七度 十七度 那你火場裡面都幾度啊 大概一百多度吧 是誰受得了啊 天啊 他命下這樣多重 全套像英雄鞋 大概將近三十公斤的話 還沒有揹那個什麼 空氣瓶 空氣瓶耶 這個養氣桶光是一個 大概多重 一支揹架起來的話 差不多將近十公斤 剛剛因為還沒有接空氣瓶嘛 對 跟TERRY他就是 然後他說就很難呼吸耶 等一下氣瓶背了就會很好呼吸 來,這就是我們等一下 下一關要體驗的 我們的局限空間 當然局限空間就是模擬 我們在火災現場 可能有濃煙密布 但是進去以前 我們會做一些浩氧的訓練 在進去以前 我先讓各位看看一下 你們等一下要穿越了 等一下就是要進去這裡面 然後我們... 好期待哦 我就開門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等一下要走的地方 應該還好啦 好,看得到什麼東西嗎 還沒有耶 好燙哦 沒有啦 很清楚啊,都是煙啦 非常清楚 而且裡面好熱哦 裡面還好啦 這個溫度可以啦 這根本完全看不到啊 好恐怖哦 這個能見度大概是一公尺 我覺得 對,接合不到一公尺 加上又有煙霧 這只是難受壓難 這是怎麼可能啊 你看我們現場的這個煙冒 你知道我們... 平常我們在看電影的那個情景 現在就發生到我們眼前了 對 反正就是要直接進去 在進去以前 我們還要先做一下浩氧的訓練 好 真的耶 可以不要有那麼多訓練嗎 因為我們... 都沒氧了,你要有浩氧 對啊 我們... 可能我們在進火場以前 好,我們生理會緊張 或者是你在穿越火場以前 你可能要先破門 或者是破壞 移動一些重物的時候 那你整個心肺 你可能已經開始喘了 然後已經在消耗了 那我們為了模擬 我們進到火場以後 還能夠正常的去 執行救援的任務 所以在你進去以前 我們就要先模擬這些浩氧的動作 讓你去把你的整個心肺提升 把氧氣消耗一些以後 再讓你進去操作 由於在火場裡 不是每次救援 都有辦法及時趕到現場 因此浩氧訓練 就是每個消防員 都必須要訓練的項目之一 可藉由這個訓練 來提高救援的成功率 浩翔,你們可要加油 努力完成訓練吧 光是帶氧氣體 訓練到之後 就覺得冷呼吸超級不錯 違反人體攻擊的呼吸 現在整個... 它只有一些負面的 消警的想法 所以平常可以 只要大頭很自在 很自由的呼吸 真的是生命的一個非常棒的力量 對,我們現在把它整帶 都整帶放鬆了 對啊 它剛剛自己在... 沒感動 對,沒感動 我們在那邊 看你都在那邊 真的要想 對,讓我看看 如果真的不緊張 其實我們就... 他消息了,他就... 可以,我再試一次 我再試一次 我是覺得很難吸到空氣 因為第一個枕瘡 我把面膏帶上去 氧氣筒還沒有上去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我的氣只有這一塊 然後我吸不到我旁邊的空氣 所以我那時候很緊張 我就一直很大口 越大口吸 結果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我快站不住了 我才跟教官講說 趕快把我全部卸掉 所以把他把我全部的裝備 卸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天啊,就是... 他們要在火場裡面 有多少時間在這種狀態 來 我們專帶完整 我們浩尼訓練就開始 GO,加油 來,浩尼現在有我們的 爬樓梯的衣服 提前拉繩子 跟我們的衣服 在這邊 前面上 其實有那麼好勇氣 我覺得現在很久的勇氣 已經很少了 山中這個穿上去 基本上就是一種 極度的浩尼 山中的衣服 差不多三十幾公斤 一分鐘以後就交換 我真的拉兩下 那個空氣就開始很接觸了 我說真的 我現在真的覺得好累哦 好累哦 山中啊 等一下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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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外頭 我其實跟你講 這個是越溪越沉 好難走哦 來,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來,時間到 來,下來 來 好,我們交換 來,就位哦 快就就位了哦 加油 來 你可以嗎 來,六八 三十 三十 有了 快點 GO GO 撐住了 我們要把所有人都帶出去 OK 好,四十秒了 四十秒了 我的力量就五十二秒了 真不容易 四十二秒 好 四十六 十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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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四 三 二 一 一 一、二、三 跳棍 我們現在的平衡 剛剛剛剛就好了 對啊 他不抓了,算落了 好勇敢喔 可以了 我覺得我們很勇敢了 真的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位 你們剛剛戴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們的氣量 大概都在270瓦左右 那現在阿翔這裡剩230 所以你剛剛 三分鐘耗氧訓練 你大概耗了40瓦的氧氣 瓜哥 是 我們弄不到180耶 那你弄得比較兇喔 因為每個人在訓練過程中 消耗的氧氣都不同 所以在救援之前 消防員們都會衡量 自己的體能狀況 做裝備的調整 才能安心地出任務 接著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局限空間訓練囉 在火場中 現場往往都伸手不見五指 而這個訓練 就是要模擬 當你身處火場時 如何用摸索的方式 找到搜救者 好 好 我們剛剛做完了浩洋訓練 大家現在我們局 就要進局限空間了 我先講一下 我是阿翔好不好 然後大家 因為我們要被蒙眼 好的 後面是 下雨昕 下雨昕哦 下雨昕 最後面一個 無尊 好,無尊 好的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團隊 如果我們都要一起行動 如果聽到殘暗警報響了 你們一定要一起撤退 千萬不要丟下你的伙伴 因為攝影師要拍的關係 是裡面必須打燈 可是打燈的話 對我們來講就沒意義了 所以我們就戴眼罩 讓觀眾朋友知道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到達入口了 入口在哪裡 右手邊左轉蹲下 左轉蹲下 蹲下嗎 是,蹲下 好 開始了嗎 開始了嗎 對 好,可以 你可以深入了 我深入了 裡面有一隻 娃娃 把它找出來 那你們三個超過家的 肚子過來就收到 讓雨昕跟上 好 謝謝 好 這裡就走 趴著進來 趴好進來就跟上了 都跨好 退 死路一起哦 沒有路 這裡沒有路 沒有路耶 不是這裡 在那邊 不路哦 這裡有路 不是這裡有路 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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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尊 加油 有路 有路 繼續爬 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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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著 我拉你 可以嗎 可以 有路 有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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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路 會嗎 可以 有路 你有距離嗎 就會往上嗎 就往上了 天啊 有,真的還要放進去 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來 你太遠了 等一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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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個小叫人 誰在跳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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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跳 這誰 加油 加油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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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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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裡有下來了 我認得這裡 我快到了 到了嗎 看到阿翔在最後一刻 完成任務 觀眾朋友 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替阿翔感到開心呢 趕快出來卸下裝備 好好休息一下吧 好 每個都滿頭大汗 有沒有講究成功 有 有耶 你們 但我們進去全部都用爬的 然後這樣子 我一直覺得它全部的重量 就壓在我脖子上 脖子上 好酸 然後還是變側爬的 你說那個氣皮 對 太重了 那我們就讓下一組出發了 沒問題 加油 加油 看到阿翔小隊 筋疲力盡的樣子 浩子小隊在出發前 顯得更加緊張了 接下來就換 好,跟著我走 好 走 一樣再次提醒 我們是一個團隊 如果走遠的時候 有任何狀況 我們一定要從進從出 千萬不要丟下一個伙伴 好 好,繼續往前 對,往前 對,往前 放心,我們TERRY不用怕 我們已經到他入口了 他現在就蹲下 向右盒 就會踏進去入口 蹲下 蹲下 對 好,就可以開始 進入我們的今天空間 進入中間 好,加油 加油 你有來嗎 撐進去 撐得到後面嗎 對 好 很好 前面我這邊 你左轉以後要右轉 對 然後 好像有一個遠景的洞 要踢過去 好 要踏下 對 踏下以後要下去 他會有一個貼心下去 對 對 要小心 往前之後 再往右 好 志祺,你有跟上嗎 來 你猜一下我的腳 看你在哪裡 好,跟上 GO 好 繼續遲走 繼續跟上 因為這邊很快 打開就這樣 再看 狹小的那個空間 可是我們好像沒... 我們好像... 沒空嗎 沒空嗎 好像沒有日了 等一下 怎麼辦 我看 沒路了 沒路啦 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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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利,換你帶 看你怎麼會找到其他路 加油 尋利,我再你後面 我再這邊都換氣了耶 你面對過去 那你的兩線囉 加油 再跟上 曾智希 曾智希 曾智希有一點回事 不下去的感覺 智希,你去哪裡 我 智希啊 智希,前面是什麼 前面 前面 智希是要往哪裡 往後 然後呢 對,你會怎麼 智希 什麼 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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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爬上去 智希 智希 我們這邊可能要加快養具體 智希 有人叫你要撤了 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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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琳這樣 沒有辦法玩 撤退了,撤退 彈琳,撤退 彈琳 彈琳,撤退 好 GO 前面 回趕 好快 小心 前面 前面有一個落差的小心 不可以這樣下 對 不然這樣後面氣瓶也會弄壞 會超高 他們 對 好,好,好,好 想不到浩子小隊 也在時間內完成任務 真是辛苦了 你們藉由這些訓練 真的能夠深刻體會到 消防員平常為了出勤救援 而付出的什麼汗水啊 好,太好了 我們也兩隊辛苦了 我們也算是完成階段性的過關 對不對 把這小朋友救出來了 對 你說那個父母親 他的消防人員 把這些小朋友從手上這樣 交給他的時候 那一刻有多感動 謝謝你們 你們是天使 對 對啊,消防隊真的是天使 這個是我們在生活裡面 有不可或缺的英雄 對 那我們大家都有 剛剛都體驗過 來聊一下 曾智希好像在過程當中 有好幾度好像吸不到空氣 妳一直喊 因為我一進去沒多久 我就撞到我的氧氣那個面罩 然後它跑掉之後 它就開始漏氣了 所以我在途中一直 氧氣是一直在外漏的 所以我的那個氧氣的消耗量 非常快 然後我一直很緊張 因為我覺得氧氣快沒了 因為它完全就是一直往外跑 然後又這樣看不到 然後當下我真的是非常的很想放棄 那你什麼樣子的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動力 讓你繼續前進 就是他們隊員的鼓勵 就是說加油 趕快我們一定要救到這個人 而且像真的有一個 你要真的想像 真的有人在等我們 在救援 不過我們都放棄了 那個人可能就... 真的就沒有希望了 對,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動力 讓我們一直往前 是 剛剛他們這一隊 唯一的表現最精采的 不外乎就是浩童 天啊 那一分差一點 這頭... 我真的差一點那個重心 再多一點就... 就直接投就下去了 而且這個籠子 雖然只是這麼高 一般的它可能就在二樓 對 對不對 二樓就直接下去了 那是有多恐怖耶 所以算是剛剛回程 在探索這方面 可能不夠確實 對,真的 因為我們有點光了啦 能聽到那個鼻的聲音 都好強硬耶 那有沒有曾經說 你去救了以後 像剛剛我們的隊員這樣 我是摔下去 你有沒有隊員也是摔下去 我個人本身 在救一個眷村的火警 早期有那種眷村的火警 我們也都會在屋頂攀爬 可能眷村火警燒到這一棟 你要跳兩棟就拆屋頂 然後開始先灌救 不然他一定會整排燒過去 然後我們有一次呢 我跟學長在屋頂爬 爬到一半的時候 整個屋頂就破掉了 我整個人就掉下來了 是你啊 我掉下去的時候 我的手就這樣撐著 然後我旁邊兩個學長 馬上哭過來把我抓住 那下面都是火 他們就把我拉上 我的天啊 他在拍電影哦 天啊 真的是實際經歷過 真的是電影 把你從地獄拉起來耶 這個救了 這兩個學長是一個天使 生命的天使 是 其實我們下面 真的就是生命木農天使 一定要互助合作 他講得很好 我其實我迷路的時候 然後我慌了 我就覺得 因為我是小隊長嘛 一開始帶你們到一個絕境 他說 側我們往後退的時候 我跟在後面 其實不知道怎麼走 但是我摸到你的腳的時候 我有安全感 那時候生命是這樣連結在一起 今天兩位女生都很堅強 但是他又特別Man 有沒有 高的也去了對不對 爬了也爬了 但是其實剛剛在裡面是 你一進去 你就是一個很不舒服的感覺 因為你必須趴著 那時候重量在你身上 你也不能往上撐 因為你就會敲到上面 那你也不能往下 因為你又撐不起來 所以就一直是全身在用力的狀態下 然後我覺得他們實在就是 那個救災人員太厲害了 他怎麼記得起來路啊 對 你應該記不了路 你怎麼記得起來啊 希望能夠在 在我們的這一些 未來的訓練 同仁怎麼樣保護自己 因為你剛剛在說的 我進去 我怎麼會知道 他的空間環境是怎麼樣 這經過訓練真的是可以 我從以前十幾年救災來 我一直強迫我到任何一個火場 我看完了一圈以後 我要強迫我自己 背起來這個空間的概論 那… 短時間內 我要一點時間我就要記起來 所以我等一下摸索以後 我等一下折返頭的時候 我跟他大概走到哪裡 我都會大概有影響 但是這次要經過訓練 是 那我們會藉由我們的各式經驗 一直不斷地 讓我們後面的心境同仁 或者我們裡面現有的同仁 都在加深本身的紀念 我們希望 不只說自己的同仁 任何受混在火場的戰略 我們都希望能夠把他救出來 也非常謝謝教官他們 這樣子衝第一線 對 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透過我們這一次 這樣一個任務 然後我們完完全全的 去了解到 應該說不完全 其實我們只是小部分而已 還不了解 到消防人員 到底多辛苦 有些民眾不懂 會覺得 你們怎麼都還在休息 趕快到 趕快救人 活那麼大 他們也是人 也是需要休息的 對不對 像他換了五支氣瓶 我們一支就從來著虛擬 虛擬 對不對 在這邊真的要深深的 向這些辛苦的救難弟兄 甚至一舉功 謝謝你 謝謝 來 立正好 向全體的消防弟兄 敬禮 謝謝你們 謝謝 好,現在來到最後這一個關卡了 大家表示消防隊 對不對 真的要來考驗一下 這一個關卡是穿裝備 不是穿裝備 是要等一下讓各位 實際的全套消防衣包鞋 穿好以後 上消防車出勤 滅活動災 出勤 現在重點就是說速度要快 是 對不對 以前我們大概是 八十秒早上就要完成 早上八十秒 對 它會接到嘛 然後爆按板 它就... 很恐怖 大家都開始動起來 一亮的時候就很恐怖了 最好,這邊就大發自欺 我們就請自欺來吃飯了 好 是 你說來的時候 來的時候就... 先刺不掉 對 然後趕快把腳穿進去 把腳穿進去 是的 接下來就把你的頭套戴上 戴接下來就是頭套 好 好,戴一定要先戴 然後接下來就換你的下方 趕快把它上去上上 好 現在這樣已經快四、五十秒了 好 他要被丟包了 四、六 他要被丟包了 這個抓拉鍊拉好 對 把它一拉在那裡 這個也拉鍊 在頭套 那還有一種拉鍊 對哦 其實很難耶 八十秒 很難耶 好,趕快 對,年老以後 對 漂亮哦 這個沒有戴 對 對 這個要勾在身上 對,把它勾在鍋子上 好 好 就這樣 對,就可以上車了 我們的氣瓶都在車上 到達到在現場 一下車馬上背上氣瓶 那就可以去前線作戰了 了解 待會兒就是譬如說 我們在裡面在... 也不曉得什麼時候警鈴響 對 八十秒著裝完成 一定要上到車哦 椅內 上到車是椅內 含八十秒以內 如果沒有就開走了 車當然就開走了 外面要等待救援啊 好 丟包就算了 對 你今天就算是這個任務沒完成 年曆就沒得拍了 好 怎麼那麼久 我們都忘記今天 是為了要拍年曆而來的 消防年曆 好不好 對 來測試一下 待會兒要動起來 LET'S GO 好不好,來 經過一整天的訓練 終於要進行到最後的任務囉 在這個階段 大家必須要在八十秒內 穿好裝備進行回報 才算任務完成 最後的任務 各位要努力撐下去啊 可不要被丟包囉 最後的任務 好,我們是怎麼做 因為它會平衡、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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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很動 然後我想都一定 因為它是要那個點燈嘛 所以它會被它向盡 好,它會被它向盡 好,它會被它向盡 好,它會向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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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浪費 剛才會是投資 怎麼樣,水溝 對哦 真的幹嘛 在這裡嘛 狂鬥 跳 動 有 有 過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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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點,快點 快點 幹嘛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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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水 八個夭夭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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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八個夭壽 八個夭壽 發現火油 漢水… 沙德腰腰抵達 火情現場 OK GO 漢德收到了 GO 付水袋 好 好了嗎 不行 你要從後面 幫我 幫我接住 等一下 好 防護 接住 不要幫我拉住 阿翔 後面幫我拉住這裡 對 好 人呢 快一點 有人眼睛 人呢 有人眼睛 快一點 快點 後面 火援後方 有人魚受困 快點 趕快 火援後方 有人魚受困 快點 心底救援 火援後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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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抓到另外一隻腳 快一點 太好笑了 我沒有抓到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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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抓到那邊 加油 等一下 靽子在那裡 靚子 好 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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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那就是你 完成 完美 全空位 太強了 加油 謝謝 真的太不容易了 謝謝 你剛剛穿那個褲子 你怎麼穿那麼久 平常動在這塊就是你 我就踩到線了 只要卡到一個細節 後面就跟不上了 對啊 都真的卡到線了 剛剛我們在竹鳥的時候 初期的尾巴兩號 尾巴 其實我剛剛在按馬錶 你們在演員中的時候都上課了 用竹鳥的實驗 有沒有人被丟包的 沒有 沒有,漂亮 幾分整體 幾分0028 真的 太厲害了 今天算是這個紀念的成果 今天期待消防隊成功 因為什麼重點有收穫了好不好 可以來拍雪登記了吧 當然哦 好不好 其實我 我剛剛在車上是眼淚快流下來了 因為其實我剛剛跟Terry講說 消防員一直以來 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我沒有想到有一天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景點 太好了 從今天開始之後 你就可以留在這裡了 這就是你完成夢想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要推出演藝圈是不是 對 剛剛有沒有很真實 我們在那邊看威龍闖天關的時候 大家還在說 這個月餅要不要吃 你可以吃兩個 怎麼突然就來了 因為我們這一輩子都沒有聽過 在現場 就是消防局裡面 是邊是這種邊 不是這樣 長生啦 對,長生 而且我們坐在那個 駕駛座的旁邊的那個感覺 真的是心跳一直上來 對 衝手跳進的會抖 但是雖然是演習 我這邊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每個舞蹈消防隊 他反而讓一下 剛剛還是有 摩托車 穿我們前面這樣穿過去 這很危險耶 我們還是做點禮 要讓他們先過 好不好 我們成功了 謝謝嘉賓 我們參與 參與 哇 我覺得很多話是 你是很感激在心裡面的 就是像很多 現在很多人都會去追什麼 什麼鋼鐵人啊 蝙蝠蝦 超人 這些超級英雄 但其實殊不知 有比他們更偉大的超級英雄 就在我們的身邊 他們必須時時刻刻的 在靜靜自己 所以經過今天一整天的訓練下來 我真的是必須跟他們進步 他們太厲害了 教官說的 在火場裡面沒有所謂的英雄 但是這一些消防弟兄們 都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 弟兄們 你們真的辛苦了 真的非常感謝這些 所有的無名英雄 我們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都交付在他們的手上 我在這邊真的要 除了感謝他們之外 我也要祝福他們 祝福他們 從此時此刻開始 生意都不再興隆 完全沒生意 讓我們全台灣 都過個平平安安的每一天這樣 然後再次謝謝他們 他像無雙翅膀 卻要遺憾 無聲欽扭去都要尷尬 有個聲音他一直在追 洪湧湧湧湧湧就要飛